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告诉你一个现实 就是来到农历年期间 很多人都预计有第二波第三波 结果不可能的任务 在全球所有的病毒史都从来未出现过 就是全中国已经有八成人感染了 其实我也联络过广州一些网友 结果一些广州网友 一共十几个个个个都告诉他们 就是我们洋了 证明吴尊友是没有说大话 就是说中国的八成人口已经洋了 八成人口是什么概念 十四亿人 十四亿人的八成八余八 八四十二 就是说已经有十一亿人是中了病毒 那你觉得这个数字真还是假 我觉得是真的 那死亡数字我们不知道 我自己估计是大概四百万至五百万之间 那听我做节目都知道 那中国就说现在死得六万人而已 全球的病毒专家就说 中国会死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五十万之间 到最后中国卫健委和疾控中心都承认这个数字 那只不过大匪估得多些 但是因为大量的人 好像年三十万最能卖的花是什么 谷花 为什么最能卖的是谷花 因为真是死了太多的人 喪事当起事办 结果这次真是 全中国四周围都有喪事 都全部当起事办 那你说给我听 那即是怎样 吴尊友他说了个事实给大家听 即是说未来的所谓的第二波第三波 没有的了 大量的群体感染 即是我跟你本身已经有了抗体的话 而即使有病毒来襲的时候 那病毒来到你的身体 因为你有抗体 他都会减弱再传染给人 这种就是共同感染的其中一个方式 譬如像这样我中了病毒 我旁边的朋友他没有中 但是我再中第二次的时候 因为我有了抗体 我已经病毒量在我的身体中减少了 然后我传给下一个 那个分分钟就已经变成了什么 没有症状感染 但是这个人中了病毒之后 他又会有一个叫做抗体出现 变成即使再中病毒 他都不会成为了一种重症的气候 在这里 现在中国就已经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在西方国家来计 只要有七成的人 中了病毒或者打了疫苗 这个就是达致共同感染 病毒共存的其中最主要的数字 那么中国很厉害 一个月就已经创造了奇迹 所以我们不停都说 喂 中国就是一个奇迹的地方 中国就是发生奇迹的 但是这个病毒在中国身上 这个都可以是奇迹 就是说中国应该在过了年后 就会全面开放 就是甚至一些轻症重症 都不再困扰 我经常都说 最近明主席是一个赌徒 他这么大的人 他赌 明明他是总理 李一强是国家主席 他赌薄熙来这局 他赌赢了 即时逆转 他成为了国家主席 而李一强就是国家主理 赌对周永康 一终赌上来 压摑舌都把 所以可以将权力集中 到今时今日 习主席68岁 69 只是倒输那一波 就是中美贸易战 撞到一个叫做特朗普的人 甚至来到动态清零 一种 硬硬地做下去 直接这样将整个中国 变成了一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经济一直插下去 但是 当它开放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会不会造成中国大量的感染的时候 不单只是死亡率 医疗系统 更多的就是外国人会加速地逃亡 结果 习近平又再倒赢了 这个人的运气 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想得到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跟大家讲一声 新年快乐 拜拜